刘豫灭了南雁 曾经叱咤风云 近百年涌现了无数英雄 创造了无数传奇的鲜卑慕容士 就此淡出了历史舞台 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没有常开不屑的花朵 也没有常胜不衰的家族 后勤国主姚兴对这一点一定是深有体会 曾经的后主姚兴 那是无枉不立 无坚不摧 而现如今呢 这姚兴是无能为力 无可奈何 曾经的姚兴 那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如有神助 而现在呢 后主姚兴喝口水都开始塞牙 自从这刘伯伯的湖下建国以后 姚兴多次派兵征讨刘伯伯 然而收获的除了失望 还是失望 除了失败 还是失败 大概是对着湖下连年作战 连战连败 让貌似强大的后勤 露出了纸老虎的原形 当初曾经归顺后勤的鲜卑伯部 此刻也有了异心 原西秦国主 祈福前规的儿子 祈福池盘 召集了两万多的旧部 攻克了隆西重镇 福寒 随后 这祈福池盘 让人偷偷告诉了在长安当仁治的老爹 祈福前规 祈福前规则偷偷偷的 潜回了隆西 并于公元409年的7月 再度称王 定都 杜尖山 就是今天的甘肃靖远 不久之后 又把都城迁到了苑川 就是今天的甘肃渝中 西秦就此宣告复国 随后 祈福前规率军四处扩张 先后攻克了后勤的多个郡县 实力大增 就好像正在抢救危重病人的医生 不可能顾及病人手上的小窗疤一样 此时正在全力准备肃清刘伯伯这心腹大患的姚兴 此刻也不可能顾及西部边陲的西秦 无奈之下 姚兴不得不对着祈福前规的独立 采取了忍让态度 前使册封祈福前规为大缠鱼 算是默许了西秦的独立地位 公元409年的9月 姚兴亲自出马 讨伐刘伯伯 姚兴命手下大将姚翔率部都运粮草 自己则带领直属部队 抵达二城 二城就是今天的甘肃平良 姚兴准备在二城 等待着各地的兵马前来会合 之后大举进攻刘伯伯的胡下 然而姚兴做梦也没想到的是 此刻姚兴等来的竟不是自己的部下 而是那个神鬼莫测来去如风的刘伯伯 姚兴啊 毕竟是个很少临战场的书生 纸上谈兵虽然常常有理有据 但是突遭大敌 却难免紧张恐惧 由于当时在二城的部队不多 姚兴是方寸大乱 他就打算着舍弃了步兵 率领轻骑兵前去投靠附近的姚祥 这仗还没打 皇帝就打算逃 这怎么能行呢 群臣于是是纷纷劝谏 然而无论这些大臣们说什么 姚兴根本听不进去 执意要走 好在后来大臣韦华的一句话 戳中了姚兴的要害 这个韦华跟姚兴讲 说陛下您的车架一动 军心必然大乱 甚至不战自愧 这样您恐怕根本没办法到达姚祥的大营 姚兴听了这话 才不得不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于是姚兴派遣自己手下的勇将 姚文宗和齐墨率军出城迎敌 这俩人是拼死立战 最后终于击退了刘伯伯的胡夏大军 看着本方获胜了 姚兴的未敌情绪是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轻敌 姚兴轻率的命令将军姚于生前去追击 没想到这姚于生中了刘伯伯的埋伏 全军覆没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姚兴也不敢再战 留下大将姚祥镇守二城 自己回了长安 此后这刘伯伯又不断的侵扰后秦的边境 所到之处就好像蝗虫过境 把人畜全部劫掠一空 留给后秦的只有一座座残破的空城 除了得到的大量的财物 在此期间 刘伯伯还得到了一个堪比后赵张斌的人才 这个人就是原来后勤镇北参军王买德 王买德此人足智多谋 很受刘伯伯的气重 被刘伯伯任命为军师中狼将 成为刘伯伯手下的首席智囊 就好像这人长大了 就不能再穿小时候的衣服一样 如今刘伯伯的实力早已是今非昔比 他也开始改变了自己刚起家时候 那个不设都城游击作战的策略 公元413年 刘伯伯任命赤干阿力为将座大将 而将座大将的主要职责 就是负责修建城池宫殿 刘伯伯蒸发十万民工 在朔方水以北 黑水以南的地方修建国都 这个地方就在今天的陕西静边以北 刘伯伯把自己的都城命名为统万城 意为统一天下 君临万邦 负责帮刘伯伯修成的就是赤干阿力 这个赤干阿力啊 是个极为严苛的质量总监 据说这位老兄的工作原则是 视质量为生命 视生命如草剑 怎么解释呢 在验收工作的时候 这个赤干阿力 只要发现锥子能从城墙刺进城里 一寸的长度 立刻就把铸成的工匠杀掉 并且用铸成工匠的尸首 弃尽城中 赤干阿力这做法虽然堪称人渣 但是客观上也保证了这统万城的工程 不可能是个豆腐渣 所以统万城修的是异常坚固结实 可以说固若金汤 刘伯伯对这赤干阿力的工作非常满意 于是又把制造兵器的任务交给了赤干阿力 同样这赤干阿力检测兵刃的方法 也是一如既往的残忍 如果弓箭射不穿铠甲 就杀死做弓箭的工匠 如果弓箭射穿了铠甲 那就杀死做铠甲的工匠 因此赤干阿力打造的武器都十分的精良 而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数工匠的生命 就在修建统万城的同时 刘伯伯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 他把自己的姓给改了 刘伯伯放弃了刘伍这个原字汉人母系的姓氏 把自己和整个皇室的姓都改成了赫连 赫连的意思就是帝王为上天之子 其显赫与天地相连 至此之后 刘伯伯就改成了赫连伯伯 这个听上去更加野心伯伯的名字 有德必有失 此长则比销 赫连伯伯这边春风得意 但是他的对手姚兴自然是无比的失意 这几年 后勤的姚兴对外作战是连战连败 不断丧失土地 领土和鼎盛时期相比 几乎减少了一半 而更让姚兴烦恼的还不止这些外患 其实内忧更让姚兴头疼 剧情很老套 还是继承人的问题 史书上说 姚兴至少有十几个儿子 长子姚兴按照自然的继承法则是不二的人选 可是这姚兴的能力似乎又不适合做皇帝 姚兴这个人不仅性情软弱 体质也很软弱 三天两头就生病 简直就是个南版的林黛玉 因此姚兴对这个儿子很不放心 犹豫了许久才在柴壁之战之前 仓促立姚洪为太子 不过立可是立了 但是姚兴对姚洪的怀疑从来就没停过 姚兴一直担心 像儿子这么一个软弱的老实人 在如此的乱世 能担负起一国家的责任吗 也许啊就是姚兴这种含糊的态度 让他其余的儿子产生了这么一种感觉 姚洪这太子的位置 只不过是草稿纸上的个征求意见稿 并不是不能改的标准答案 这就不免引起了其他皇子的觊觎之心 尤其是最受姚兴宠爱的第三个儿子姚碧 姚碧原本担任雍州刺史 驻守在安定 在姚碧身边的谋士将计的策划下 姚碧用重金买通了一批姚兴身边的近臣 凭借着姚兴对自己的信任 姚碧一边在朝中大力培植党羽 安插亲信 另外一边又大肆排斥一击 打压政敌 眼看这三皇子姚碧的实力是越来越强 对于太子姚洪的威胁也越来越明显了 一场皇子夺敌的大戏 不可避免的要开场了 下次我们继续说姚兴几个皇子之间 对于皇位争夺的故事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 允论